简单啊 就是民进党罢免不了 国民党被罢免一堆啊 而且不要忘记 他们常常说 我们蓝白盒一定还是会赢 我们萨卡杜的地方 我们来罢免那个人 所以蓝白再合作起来 我们一定会赢民进党 民众党的巴西不用被罢免 他们就看着你互罢 互罢来去被罢免之后 民众党一定提名 他的能够蹭一席就一席 不能蹭一席 我在那个选区 我就经营出来的嘛 这个是民众党 希望你们互罢的原因嘛 所以也不要让民众 所谓的那么累 每一个人都要去联署 所以王宏威有说我赞成啊 王宏威说 如果你因为傅昆琪先说 行政院的复义失败 你行政院长要下台啊 王宏威就说 那下台就是你们提倒戈啊 没错啊 你不是要所谓的 所谓的卓龙泰下台 那卓龙泰下台的唯一方法 就是你们国会提倒戈嘛 那国会提倒戈 才会有总统解散国会这件事 而且我跟你讲 因为现在如果是解散国会 会时间会早于罢免 因为罢免必须要 这个任期满一年之后嘛 现在眼见可能就是要 这个提倒戈 然后解散国会啊 倒戈跟解散国会 大家也都不用罢免了 一年后才能罢免 我们还要等半年 现在你下个会期 直接提倒戈案 然后解散国会 我们就可以重新选了 就看你民进 国民党敢不敢嘛 国民党的人 我们常常说选举 民进党在五百一千啊 他们都是十倍以上 那在选了啦 所以他们花了那么多钱 选上这席立委 国民党人怎么可能会去提 解散国会这件事情 都是说说而已而已 民众党那八席也没啦 对 他们要重新去 而且他的政党支持度 他们现在只剩下11% 也就是说民众党的 政党支持度11%情况下 他们可能只能再拿到 所谓的五席到六席而已 跟现在八席的状况会很不一样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柯文哲或是黄国昌 有可能会提倒戈 然后解散国会吗 他们不要啊 因为他们知道现在的状况下 如果重新改选政党票 民众党都被你黄国昌骗了 那五%都先到民进党身上来了 小早都去忏悔啦 对啊 都已经变回头草了 所以民众党要支持 所谓的倒戈案的难度 也是非常高的 所以这件事情 我觉得不可能发生 但是我要觉得是说 复议案罢免其实 因为明年才能进行罢免嘛 罢免其实是对复议案产生 对于立委的压力嘛 我常常鼓励国民党的立委 说你们不要因为黄国昌赚了身量 通过的法案是黄国昌的法案 黄国昌一个人得利 结果被罢免的是谁 是国民党的立委嘛 为什么是黄国昌照着念 叶元智要来扛嘛 这是不公平的 所以我鼓励叶元智 鼓励国民党会被罢免的立委 在复议案的时候 采取不出席的态度 只要你们实习不出席 关键的选票就是民众党八席 黄国昌的法案 民众党要挺 就让民众党去负全部的责任 那巴西民众党要不要举手 就让民众党自行去决定 如果他们不敢举手 也表示黄国昌的政治生命 从今天为止到此为止 解明哥怎么观察 如果在这样的氛围之下 蓝白势必是不敢提倒阁了 因为接着如果解散国会 看起来这个是非常不划算的吧 王鸿威从头到尾 他就是嘴巴硬而已 他只不过是针对他自己的支持群众 喊话说 你看我王鸿威被你们选上的时候 我在整个立法院 我还是战狼 天不怕地不怕 有我最强 但是你知道这句话讲完之后 我看台中 其他的栏尾划在蛋 然后甚至我们说的之前 差距只在这个三四千票的 都划 好那个也不用等明年罢免了 一旦真的解散国会 已经算过了嘛 至少七席以上 应该有二十席以上 是有风险的 这二十席立会想说 王鸿威你给我闭嘴 要不然你看他讲完之后 现在有人跟进吗 没有一个人敢跟进啊 搞不好私底下来打电话 王鸿威说你不要再说了啊 你不要来我台中看看 你到我这个桃园看看 你到我这个 甚至我讲白点 我再讲 到板桥来看看 吓坏了嘛 你再选 全部当时是因为 有白银的人来支持 现在连白银加起来 只剩下十几八 你有谁来支持 现在气氛完全不同了 年轻人绝许是 是跟以前完全不同的 那你知道黄国昌 为什么那么生气吗 因为黄国昌号称是献反专家 上次青鸟已经冲一波了 这一次的这个行政院 提出了七个案件 七个 这个我们说 不一样七大理由 刀刀就是赐向黄国昌 因为从第一项到七项 每项都违法宪法 甚至还会干涉到宪法 这个机构的整个运作 这里面每一样东西 全都是违宪的 他还好意思说什么 99.9%不会受影响 对不起 只要有0.1%的受影响 你这个法案就要被讨论 因为法案是个通知性 我这么说 我觉得黄国昌呢 他很担心 因为他也知道 他现在对不 某种程度 他也是跟王伟一样嘴硬 他已经对不起民众党了 因为现在他民众党 只剩下仓粉 其他支持 言之民众的这些青鸟们 这些小小小们 都已经变青鸟了 他非常担心 我觉得我一定要谴诚黄国昌 你好意思拿 再生医疗法来说 再生医疗法 你知道花多少年 才讨论完的吗 10年耶 10年耶 你猜多久时间 然后呢 他又说 这个我们在讲 他说 这个99大部分都不会受影响 对不起啊 独裁者在独权的时候 夺权的时候 他也这么说 对大叔人没有影响 到时候青鸟只要举这个 黄国昌民众党 天真傲慢愚民的话 你觉得民众党下次要未来吗 所以这个王辉 你硬起来 赶快 这个复议 让他不过之后 你马上提倒阁 我看你敢不敢这么做 现在是考验啦 因为这个考验篮板嘛 因为现在这个党产条例 那个有关救国团的 就被绿营封杀啦 结果呢 蓝营竟然完全没有人去投票 让这个绿营可以封杀掉嘛 所以美美姐 我们可以看出 这是不是蓝营 有可能自己在踩刹车咧 当然啦 因为蓝营自己要自救嘛 卓榮他已经回答傅昆起了耶 说副委员 不好意思哦 依照宪法 我没有办法辞职 但是你可以有选择 你可以提倒阁啊 对不对 然后我去解散国会 大家改选嘛 大家拼一刀嘛 你不敢嘛 你们要的是什么 投机取巧 站着在国会的脆弱多数 结合民众党 霸凌人民 我不客气的讲 我今天要跟大家讲一句话 请大家记住了 卢梭我们很敬佩的一个哲学家 也是一个人权的民主的先驱者 他说什么 他说 你以为你是自由的 对 你只有在选代意识 就是名义代表那天 你是自由的 选完之后 你小心一点 你一不小心就变成奴隶 我请问一下 这句话是不是用在台湾 你以为你是自由的 你认为你要教训民进党 所以你选了国民党 你认为你是自由的 你说你要超越蓝绿 你相信蓝绿都是垃圾 所以你选了民众党 可是你有授权他们吗 你有授权他们搞黑 搞黑箱到 连这个法案要进行表决前一天 都不知道 居然就一两个人把持 还说这叫最高机密 你有授权他们吗 可以授权他们滥权到 可以扩及到每一个人民吗 我高兴把你叫来就叫来 我叫你作证就作证 我说你是虚伪成事 我就罚你的钱 你不来我也要罚你的钱 你要请律师还不可以 还要我同意 你有授权他们吗 没有 他们把你当什么 他们把你当奴隶 黄国昌就最好典型 他说啊 99.9%的人都不会影响到 这是什么话 我可以告诉你黄国昌 你无缘无故 你是王老去主啦 国民才是 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 你凭什么来霸凌人民 你凭什么说 我修这个法案霸凌 你这样没办法 你没关系啦 我不会随便找你 你是谁啊 你搞清楚一点 所以我希望台湾人民 我们要搞清楚 我们才是国家的主人 不是这些 欧能去主的立委 这大家搞清楚 第一点啦 第二点我说啦 可能大家不知道 法律要正式通过 这必须经过三读 总统公布 那现在已经复义了 对不对 中将 15天之内 要表决对不对 对 好 我这边要跟全国国民讲 我觉得今天民进党 做对的一件事 我要来大大的嘉奖 我们的民进党秘书长林又昌 他说要下乡宣讲 好 我知道公民团体 要下乡宣讲 好 国民党你如果敢 你也下乡宣讲 大家来批评 让大家都知道 我相信轻鸟行动 如果再起 如果场外那么多人 你觉得国民党 跟他表格吗 我跟你说啦 告诉你们可能一堆人 哎呦 我没头疼 有人可能投过 我躲着纱布 哎呦 我弄到头 哎呦 我这惊到 我出国来 我醒 只要十个人缺席 我可以告诉你 你就负义不了了 有没有可能 当然有可能 你如果场外的行动够大声 公民的力量够大声 而且要记名表决 现在人民团体 已经民团已经要求了嘛 第一记名表决 对不对 向历史负责嘛 对不对 第二来 我又笑你们国民党 不敢 包括黄国昌 你真是个满口黄眼的大骗子 为什么到今天 什么时候立法院 有过各位 你们知道吗 五二八三读通过 对不对 请问一下 你有看到三读条文吗 有公布吗 没有 大家都不知道 为什么 见不得人 怕那些东西 一被推敲 你们就全部破功了 所以 只要 我认为 轻描行动 如果再起 人民的力量够大 包括表决的时候 如果在场外够大声 我看你有大不大 你们如果胆敢的话 最后重要 我只讲一句 你们都胆敢的话 没有关系 下一阶段是什么 对 我告诉你 好战分子叫做徐乔鑫 他说你敢百个我百五个 好 大家来拼 对 罢免会像一把刀 悬在蓝白立委的头上 那一把刀随时就可以落下来 只要过了一年以后 对 你认为 如果说人民你要当主的话 很简单 你站出来 你挺胸而出 为你自己的权益发生 遏止这些恶法 让他赋予没办法通过 他根本就没有办法施行 人民你要做自己的主人 你要得到真自由 就只有自己的觉醒 跟自己的行动 对 现在就是民意的反扑跟愤怒 让国民党已经感受到了 来冠婷 因为这个党产条例 国民党救国团不是想要这个 还塑及既往 对 那为什么会被绿营给封杀 我讲今天早上的场景 非常的夸张 夸张到什么程度 我们感受到了国民党有怕 为什么 首先第一个 党产条例 这个要把救国团 把他被国家给追逃回来 16亿 全数还给救国团的这个法案 对国民党来讲重不重要 重要啊 37个国民党地委提案 然后邮昊 严宽恒 马文君 等等 之前这样子 喊的震天驾响 但今天早上 本来在大院 在院会要处理这个议案 今天如果院会过了 就要进到委员会去实职审查 你知道今天早上发生什么事吗 首先第一个 民进党假机动员 国民党没有假机动员 第二个 当念到这个条案 就是今天的议事日程的第八案的时候 民进党讲说 我们不要审查这个案子 应该要退回程序委员会 要退回嘛 这个案子有问题嘛 退回程序委员会 国民党居然现场无意义 没有党哦 不只没有假动哦 现场无意义 然后就直接退回程序委员会了 今天早上那个氛围是什么你知道吗 国民党没有人敢党 你哪个人举手 媒体排下来 你要让国家人民纳税前的16亿 全部还回去给救国团吗 这谁敢提 所以他们提了 被骂了 今天早上不仅国民党团没假动 现场零星几个国民党立委 无意义 所以这个案子 今天在民进党成功的提案底下 成功的把救国团条款 党下退回程序委员会 所以 国民党怕了 对 救国团可以 要不然以国民党之前的那种 哪有可能让你绿 对 使谁之位嘛 我们本来最担心是国民党使谁之位嘛 代表民意生气 要罢免篮尾 他会怕啊 我就正式这样讲 今天可以救国团党下 之后要处理这个 国会扩权的法案 国民党会不会有人跟今天一样 不出席 没有意义 我们等着看 韩国瑜昨天在立法院附近 再度宴请国民党的立委 那同时我们就看到了 在这个席间当中 因为国民党立委林思敏是有讲说 他们有谈到 花东三法目前是暂缓推动 然后这个柯智人 他是转述韩国瑜本人说法 他就说法律如何执行 一切尊重专业 要看跨部会的协调结果 所以那花东三法 愿望是一回事 因为傅庚奇说 这个花东三法是韩国瑜的愿望 请教瑞瑞哥 怎么看 现在国民党不只是踩刹车 而且是猛踩刹车吗 很奇怪 那么如果按照傅庚奇 昨天下午2点15分的记者会的内容 他显然他的重点就要前一分钟 就把责任全部往韩国瑜身上推 环台高铁跟国道六号灌仓中央山脉到花莲 他说是韩国瑜的 他只有花东快速道路 所以全部都往韩国瑜身上推 然后第二个重点就是说BOTBOT 说他提出来三月都是BOT 柯建明 民进党总召柯建明直接讲了 1月30号 你这个傅昆奇当选国民党的总召 隔天1月31号 立刻打电话到行政院的要求 想跟这个副院长 那么郑文燦见面嘛 要谈嘛 紧接而来 2月4号的时候呢 那么傅昆奇 那么包括这个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燦 一起到柯总召的办公室 三个人坐下来谈 傅昆奇谈的就是花东三法嘛 那时候BOT在哪里 那时候韩国瑜在哪里 不就你的吗 所有的提案不都你的第一个提案 名字第一个都是你傅昆奇嘛 对不对 从头到尾 你们要提的这个相关的东西法案 对不对 都是挂你傅昆奇嘛 我问你 这一次如果强度官山硬过的话 就跟国会黑箱扩权法案一样 硬过的话 请问一下 他会傅昆奇会回去跟花莲相亲怎么讲 我 他会说功劳是韩国瑜的吗 他当然说是我 我帮大家 我帮大家怎么样 争取怎么样 那么大家都知道 大法官会议都已经视线讲过了 包括法律案你通过都没效 为什么 立法委员就是不能增加预算嘛 很简单嘛 这个都过去 包括法律案 包括什么提 过去大法官会议都已经视线过嘛 傅昆奇当然知道 他的提案是无效的 他知道他提案无效 到时候一定是违宪的嘛 他为什么要提 他提了以后 就算违宪 到时候都要算民进党 民进党我要为花莲先进这样 民进党主 阻挡了怎么样 我怎么样 我怎么样 我很好奇啊 2026年 先生做完太太做 太太做完先生做 就不是没有发生过 你家人要轮流做嘛 大风吹吹什么 吹你们护家的人 轮流换位置这样而已嘛 板凳轮流换这样而已嘛 2026年 请问一下 你们护家还不会